我最近終於滴起心肝減了30磅 而且還對健康飲食越來越有興趣 所以我就找了我超級營養師朋友Gloria 根據學習如何吃得最健康 原來香港有很多人都失眠 晚上睡不到覺還要上Yahoo去搜尋 如何去解決問題 心理問題我真的幫不了 但是失眠會不會和飲食的習慣有關係呢 會的你吃得不均衡都會容易引致失眠 太餓睡不著這件事很合理 而且你吃得不夠肉又會令你失眠 吃得不夠澱粉質都會令你失眠 平時可以吃到甚麼會令我睡得好些呢 有五大營養素你需要的 第一是維他命B6 複合性碳水化物 食安酸 鈣和尾 食安酸最主要在牛奶 雞蛋 雞肉 火雞裡找到 Gloria 不如簡單 你告訴我我應該吃甚麼就好 例如大家經常聽到的牛奶 香蕉 薯仔 番薯 麥包 這些都幫到你的 好 解決失眠的配方就是滑蛋雞飯 滑蛋雞飯當然要有雞 最好吃是雞腿 現在不是說減肥 現在是說失眠 所以照吃 好 灑點鹽上去 在凍餅裡加點油 加上雞蛋 慢慢攪拌 用芝士撕爛 逐顆逐顆撕下去 如果你想雞蛋滑滑滑滑滑 可以加些合環椒 少許鹽 這樣就差不多了 綠茶 紅茶 黑茶 全部都有咖啡因 除了花茶 你可以喝玫瑰花茶 末里花茶都可以 朱古力 如果你對咖啡因特別敏感 就不要吃朱古力了 快點現在煮吧 YAHOO